年輕作家林毅涵親生 先扯出疑似遭補習班名 是右肩性侵怡雲 事情發生至今兩個多禮拜 立信基金會這兩週 接到大約100件求助案件 是平常2到3倍的量 其中多數是職場上的全市性交 所謂全市性交 是指違反刑法第228條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 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似關係 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 利用全市或機會為性交者 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過律師表示 事務上全市性交很難認定 被定罪更是困難 228條的被害者 他的困境除了法律困境 也包括了現實的困境 當然更不用講舉證上的困境 立信基金會表示 社會普遍崇拜有涉金地位的人 剛好讓全市性交有機可乘 這是社會迷思 就算被害人勇敢站出來指控 但往往不是獲得認同 反而受到二度傷害 只好退縮到創傷處境當中 包括在女作家事件裡面 我們也都看到 她不是沒有嘗試要求助過 事實上她是嘗試要求助的 只是她也害怕 所以她用了非常多迂迴的方式 但是我們會看到是社會的 包括她就是周圍的人給她的都說 是你自己有問題吧 立信基金會表示 根據內政部資料 1999年到2010年 對未成年全市性交 每年平均只有54件 顯示還有龐大黑數 除了呼籲社會要破除迷思 也要求司法應該加強全市性交罪的 法律適用性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